強風狂吹 雜草全都被吹到傾斜 眼前還霧茫茫一片 西床的沙塵被吹起來 還吹進了村子裡 灑水車出動 沿路灑水 盡可能降低陽城狀況 東北季風南下 花蓮刮起強風 尤其是北端的利物溪口 沙塵都往新城村和富士村吹 走在路上可能一個不小心 就會有沙子跑進眼睛 強風在花蓮帶來陽城 在另外一邊的新竹 則是把露樹的樹枝吹到掉下來 造成危險 放眼望去 一整排樹光凸凸 位在新竹縣竹北的仁愛國中 外圍的黑板樹 常常因為強風樹枝掉落 砸中旁邊的車輛 就怕危害到行人安全全面修剪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跟里長做一個報告 里長也同意了 那相對的我們依照程序 把這份公文報到新政府去做核備 那所以為了整體學生的安全的考量 我們進行修術部分 黑板樹長得快 但只要遇上強風樹枝就容易被折斷 壓到人車或物品 但畢竟替換樹木的花費太高 只好先以修剪方式來降低危險性 TVBS新聞高中城市民眾的宣花蓮新竹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